前天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 头秃秃肚子大大的中年男人 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小姐 来我们店里买包包 他帮那个小姐 选了一个要价十万多的LV包包 有钱真好 付款的时候 那个男的拿出一个支票本 很潇洒地签了一张支票 我不知道该不该收 有点为难 他好像看穿了我心思似的 很冷静地跟我说 我感觉到你似乎在担心 这是一张空头支票 对吗 今天是星期六 银行关门 我建议你把支票跟包包都留下 等到星期一支票兑现之后 再请你们把包包送到 这位小姐的家里 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听他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多了 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然后跟他说 寄送包包的费用 由我们店里来承担 我会亲自把这件事情给办妥 今天早上 我拿着支票去银行入账 哇靠 还真的是张空头支票耶 我就很生气 就打电话给那个男的 他接起电话 悠哉悠哉地跟我说 空头支票就空头支票啊 没什么要紧的吧 你又没损失什么 倒是我要谢谢你 让那天那个女孩子 跟我在外面过夜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去书局买个支票本 我差点没气晕 直接挂他电话 要紧想做 我说 我们不能看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